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还有筹码的讯息 还没加入订阅YT频道的 也是请赶快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今天的大盘 昨天美国股市表现是涨跌互建 道雄表现比较好一点点 涨了0.6% 其他的费成半导体跌了0.1% 小跌一点点 我们的指数一开盘的时候 没多久就往下杀 杀到9.5以后就开始往上进攻 这时候突破了均价线 突破均价线 所以一直到12点半的时候又跌破均价线 所以就一路走低到收盘 跌了132点 21895 最近大家在传说有关于回答的GP200的出货 要延期的事情 昨天鸿海有表示说 GP200出货按照进度 但是第四季只有小量出货 所以明年才会放量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今天就表现不怎么样 好 那昨天为止呢 到昨天为止 这个第二季的财报都公布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就是另外一个新的境界 另外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情形呢 这个这种情况呢 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主力股的话呢 它就不会受到财报的干扰 它可以静停的静停的拉抬 因为这个财报一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财报出来非常难看 或者是这个亏损的话 就会对股价造成影响 那所以从现在8月15号到11月15号呢 这段期间 就通通没有公布盈余的财报了 好 那今天类股行情表现比较好的 是居家生活 居家生活 就是 其中有一档是这个乔村 但是乔村 它的表现那么好 应该是归属于机器人 我们等一下会讲 电子类股呢 不到六成 AI12% 半导体18% 好那费城半导体指数 昨天小跌 昨天小跌了一点点 昨天小跌了一点点呢 那那个 昨天小跌一点点 那 所以它现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它的这个 左腰带线 左腰带线这个反转形态呢 仍然在适用 就是目前来测试 这个月平均线的压力 现在已经碰到月平均线的压力 所以 理论上 理论上要稍微尊敬一下 礼让一下 碰到这个月平均线的时候 不要一下就强迫这个过去 好 那辉达的这个 辉达的股价 比 比那个费城半导体要强 它也是左腰带线 左腰带线 那目前这个辉达股价 它已经来到 前波的这个 M头的紧线的这个地方 它表现相对强一点 那今天三大法人的这个 买卖的 今天三大法人 这个外资 卖超12亿 这个投信卖超22亿 这个 自营商呢 卖超76亿 那那个 外资的期货空单 到昨天为止 还是有上万三千口的 这个期货空单 就是要避险了 好 那台积电 我们说过说 现在是进入末生段 所以台积电 未来的走势的表现呢 通常都不会 有非常大的一个涨跌幅 所以它 趋向于 比较趋向于 这个区间整理 那渐渐渐渐 就会有这种情形了 那今天也是 小跌五块 所以在这个区间整理 好 那 加权指数 经过了这个 多头拇指 目前 这个指数呢 来到了测试 这个下跌的这个 月线 下跌月线 因为这个月线也是下弯嘛 所以也是要尊重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一方面有前一波 这个套牢区 一方面有这个 下跌的月线 所以会稍微这个整理一下 好 那我们说来到这个 相似的地方呢 跟2021年5月 那时候相似呢 就是新冠肺炎 本土性新冠肺炎 下跌的一波 融失约来到151 这次来到148 那之后就展开了末生段 我们现在也正式在末生段 那柜台指数 它的这个下影线 这边 这个8月5号 6号这边形成下影线 这个就形成了锤子 那所以它现在能来一路 蛮强的 现在要攻克这个月线 月线还有这个前波的套牢区 也跟大法 这个加权指数一样 好 那现在就是 我们说这个 这一波呢 从2022年的10月 到目前为止 出生段 主生段 现在是进入末生段 那这个2021 2020到2021呢 这个也是三段 好 那台积电开启了 这个末生段以后呢 它的股价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大概都是成像 横向整理居多 这个比较没有大幅的 这个涨跌 但是大盘 还是一样 这个涨跌的蛮 蛮这个厉害的 所以就造成后来的 这个个股呢 个股它的这个涨跌呢 会很凶 就是变成群魔乱舞化 好 那我们来看先进半导体 这个新科 昨天非常强 今天在创新高 来到107.5 然后稍微回档一下 稍微回档一下 所以再整理一下 因为它现在是 这个 散出型面板 级封装的这个 这个 概念 所以这个股价呢 有这个题材 就抓着这个题材 就持续上涨 好 那天虹半导体呢 今天是拉回 今天本来是盘中 是很这个 这个蛮强的 但是后来收盘的时候 来到平盘 它是金贝供电 的这个概念股 那目前整理一下呢 这个 这个半导体设备呢 仍然是一个 这个未来的主流 所以 它仍然有机会 持续走高 那雷科 它也是 有这个 两奈米 金贝供电的 这个概念 然后它又有 它又有这个 系中介层的 雷射砖孔机 COAS概念股的 这个设备认证 所以呢 它的这个股价 应该不会寂寞 因为它有这么多题材 现在 这两天 大涨以后呢 呈现横向整理 目前 横向整理 所以有机会 再往上突破 突破这个 78块 又可以创新高 好 那华友益今天很强 今天它这个 又再继续创新高 它最主要 它是做这个 自动光学检测 设备 然后是国内 它可以提供 半导体跟光电 的智慧检测的 那 现在是创新高 我们在6月17号 6月17号这边 突破了这个 整理平台以后 就跟大家推荐 所以持续的 走高 横向整理 走高 现在又 来到了创新高 所以这股价 仍然还没有结束 这样子 因为现在 量控制的非常好 好 还没结束 滑井店呢 今天也是表现得非常强 我们在6月13号的时候 170 170这个地方 也是突破了整理平台 然后就往上涨 那这波回档 这个股灾回档 它也跟着回档 那现在呢 又继续 创了这个 短期的新高 而且来到 几乎要快要平 这个 7月中那时候的 这个高点 今天涨低板 非常强 好 那就是有可能 持续在 在持续走高 会创这个 245这个新高 突破 光阳科 我们说它光阳科 它是全球 规模最大的光 光储存媒体的 薄膜把财的制造商 它有那个 见度把财 那这个是 半导体 不可缺乏的 这个 一个设备 那今天表现 很不错 就是它这一波 原来是 之前上涨了到 794 794 这波股灾回档 回档到50块左右 然后回档50块左右 拉出很长的下影线 拉出一个锤子 然后后来就 横向整理 今天 强势的 拉了5% 拉了5%的 这个涨幅 所以这只股票呢 看起来它的 这个短期的 这个动能 还在 那 短期底部形成 有机会 再持续往上攻高 好 那机械人概念股 机械人概念股 8月底要 台湾要举行 这个机械人展 然后北京呢 也有机械人展 好 那这个全球传动 今天 盘中很强 来到了52.3 但是 收盘的时候呢 拉回 这个来到了平盘左右 那今天这个样子呢 就形成了一个 空头的 空头的 这个桌腰带线 空头的桌腰带线呢 目前正在地震 空头的 空头的 哇 哇 摇得很厉害 哇 摇得很厉害 哈哈 目前的这个 桌腰带线呢 桌腰带线 这个很长 的一根长黑 然后 几乎就回到了 这个 昨天的这个 收盘价值里 桌腰带线 那所以 如果明天 又收黑的话 那就可能要整理 整理5到8天 好 那带云微系统 昨天留了一根上影线 今天表现还OK 再稍微 再走高一点 涨了1.7 涨了1.8% 那 就是目前 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那 仍然有高价 可以期待 可以继续往上攻高 好 浮育 今天 是小幅的往上攻高 今天上涨了1.678 因为昨天 拉的上影线比较长 所以有需要 有需要再整理 因为前 前几天 有出现一根 空头吞噬 空头吞噬 隔天 这个阻力 很快的 又把这个 股价拉上来 但是现在又 这边形成了 这个上影线 所以要整理一下子 好 那还没加入 我们的这个 LINE的这个 各位同学 请赶快加入 151VQTY 请赶快加入 那值得 值得我们说 这个 这根长黑 造成了 它这个空头吞噬 所以要整理 持续整理 目前仍然在 持续整理 好 那核春 昨天的 很长的上影线 就造成 今天的这个 股价呢 还要整理 还在持续整理 台湾金锐 目前是 缓缓缓缓的涨 今天又创了 这个收盘的新高 今天又涨了 5块多 又创了 收盘的新高 好 那股价仍然是 相对的很强的 它是 机器人手肘的 斜坡 斜坡减速器的 这个概念股 那这个 目前是 机器人概念股 股价最高的 一张股票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还没加入 我们的这个 YT频道 请赶快扫描 然后加入 操作股票 就有风险 那你跟老师 跟袁老师一起操作的时候 可以降低你的风险 知道何时进 何时出 然后怎么样选择股票 那自胜科 今天表现的 仍然很强 今天又上涨了 这个2%多 来到了 创了这个新高 突破了这个 之前的这个压力区 创了新高 仍然 有高价可以期待 因为量控制的非常好 安国呢 今天还是在 这个箱形整理 还是在箱形整理当中 那因为从今天开始呢 就不受财报的影响了 所以这个安国集团呢 他们之后 这个可能发挥的空间就很大 好 那神盾 神盾今天也表现还OK 那他目前股价已经回到了这个之前的这个股灾之前的这个横向整理区了 那因为他也是就是 并了这个前瞻科技以后呢 有美系客户的三奈米制成的这个IP 所以这个题材呢 他以后变成纯粹的IP公司 这个就可以 想象空间很大 他的想象空间就很大 就可以支撑他的股价 炒作的股价 可以这个持续往上攻高 好 那建村今天很强 盘中有来到了这个涨停板 盘中有来到涨停板 后来回挡的时候呢 收盘的时候回了这个几% 还以上涨6.25%收盘 那这个股价仍然很强 他现在已经创了这个前波的高点 突破了 突破前波高点 好 那这个还没走完 仍然有这个高价可以吸带 灭忘石是这段期间表现相对很强的这个被动原件厂 那因为市场传出来的消息是 太阳优电 他原来他的母公司 日本的太阳优电 三报转让一万一千张的这个股票 给易登 通路商的IC通路商的易登 那全部接手 那结果 全部接手以后呢 就正好顺着这个事呢 把这股票炒上来 所以目前 这个炒这个题材 非常非常强 好 那景明今天也是很强 这个今天又再继续创新高 又再继续涨停板 那从这个8月12号这边突破以后呢 哇连续闯了三关 非常非常强 这个股价呢 持续在走高 好 那乔村 今天这个 居家生活表现最好的类股 就是因为乔村涨停板的贡献 那他是做水龙头的零组件 那事实上他这波炒的 炒上的题材呢 是因为他转投资了65%的乔治自动化 他的子公司乔治自动化 有机器人的这个自动组装检验包装 那现在他的股价 突破了这个整理的区间 创了新高 所以股价应该还没有完 应该还可以持续 有这个高点克基带 好 我们来看这个LanLanBai 今天的这个新的LanLanBai 我们来看这个新 这个新汉 新汉这档股票呢 他是 黄仁勋六月多的时候 在台湾演讲 台大演讲的时候 背板上面 有这个有这个几十家的这个公司 新汉就是其中的一家 那新汉的机器人的概念股 那他的子公司叫做创博 创博 那取得德国莱因他的功能安全的证书 所以这个安全证书的话 就他销售到欧盟的话 就比较没有问题 好 那然后他也跟Intel合作 X86的功能安全机器人的控制器 还有瑞萨电子合作 砍入式功能的安全运算平台 和IO的控制解决方案 所以这个 他的题材蛮多的 那目前股价 这波回档 这波股在回档 他回到前一波的低点 然后 目前这个反弹上来 反弹上来 这个题材很多的话呢 就有机会持续在走高 可以克服这个60块 60块这边的压力区 然后60块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有希望突破了这个69块 前破了高点 这是新汉 他的子公司 这次要参长 这个下礼拜 他们就要参长这个机器人的大展 好 那这档呢是瑞云 瑞云他是半导体设备的概念股 那他的去年的美股益域 达到3块半 那今年这个第二季出来呢 也是不错 也是有这个1块多 那所以这个他的本益比算起来呢 不高 还不到20倍 20倍左右 那他是国内外半导体 维基电呢 这些 还有 这个太阳光电的设备 这个他跟客户合作这个最先进的技术整合方案 那今天量放大 拉出长红 所以这个股价呢 呃 他本来的 本来区间在这个相形争理 在这两个相形争理之间 后来 股灾的时候跌破 这个下限 跌破下限很迅速的 马上就往上拉 这个没有几天而已 可见这是一个假跌破 然后 在假跌破会不会形成真拉台 就会有这个希望 本来是在 呃 这个 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准备要攻那样子 但是碰到大白方不好 他也跟下来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 呃 目前 还在这个区间上 如果他突破78块 那就有机会持续上涨 好 我们选择好的股票 挑对进场的时机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还没加入我们的LINE的这个各位同学呢 请赶快加入 好 那我们要你股长 我们下次见拜拜 本公司以网织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好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